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南丝路 也走过了海上丝路 我的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上 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传奇 横跨欧亚大陆 土耳其位处东西文明的交汇处 我们站在亚洲大陆西侧的边缘 望向欧洲大陆 没想到从欧洲到亚洲 短短十分钟的传承 跨越博斯库博斯海峡 就到了 和土耳其红茶看蓝色青春寺 走进时光隧道 回味三年前的王旭 这边都是我们三年前 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你刚刚不觉得你的口气 好像太浪漫了一点 那我应该这么说 想想看 这样说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有点浪漫 没有 手毛沾起来 沿着冰海大道 找到熟悉的老味道 这三年前的声音这么好 这三年后的声音还是那么好 这个就是伊斯坦堡的烤一堡 跟着发现大思路 再度走进土耳其 重新发现伊斯坦堡 这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 入住的饭店 之前三年前 我们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堡 我们当时选择住的是老城区 那伊斯坦堡 那里的建筑呢 欧式风格 复古风格 住起来挺舒服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想说啊 换不一样的地方住 我们选择新城区 想说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比较有时尚感 比较现代化 结果来到这里环境啊 真的是 让我们傻眼啊 光是看到旁边的房子啊 有些地方的复古道 已经几乎就残破不堪了 很多房子呢 甚至没有窗户 那后来我们才搞清楚 原来我们住到的地方呢 是新城区里的老城区 而且这老城区啊 不仅它很老 这里的地势啊 高低起伏落差很大 所以昨天一路从捷银站 我们是扛着器材 拉着行李 光走到这边就推乱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推乱一次 因为我们要走着远路啊 回去我们要另外找一家饭店 好 出发吧 Time好了吗 欸 差不多 走 穷游伊斯坦堡的第一个早上 没想到迎接我们的 就是一个铁腿行程 还好有好久不见的汤姆陪着我一起 走在这坑坑洞洞的薄游路上 两个人边走边聊 笨重的行李箱也跟着轻松了不少 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后 当然就要找地方 好好的来品尝当地的特色早餐 那这一区呢 同样是在新城区里的老城区 但这老城区呢 这里感觉上是比较舒服 观光客比较多嘛 对不对 然后街道上也挺干净的 没有那么多荒凉 康温七才呢 搬了行李走了一大段路 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要来吃顿好吃的早餐 对啊 这样子才能补充一下体力 对啊 这是我们在土耳其一直摊饱 第一顿早餐 当然是点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 他们刚刚点了什么 我这个是一种土耳其面包 它叫做什么法特派 它是面包 但是它口感很像 意大利面 千层面那种 它有加这种起司 真的是很配 然后它上面有点脆脆的 可是里面是比较Q 对 我吃一个看看 还不错吧 对 你要不要吃一口 好 我吃一个看看 好吃吧 口感很特别 这个刚刚讲的 很像 那种意大利千层派的 那种面的那种味道 千层面 对 除了这个面包之外呢 这个东西 你一定很怀念吧 对 这个永远会挤的 我们上次来 我们吃几乎每一天都有喝 对 而且我们到卡巴多奇 记得有一个早上 我喝了十五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台湾自己煮的话 都煮不出那个味道 煮不出它当初的土耳其 这种味道 OK 这是三年前喝的嘛 所以对这个土耳其 红茶的味道停留在三年前 现在三年后 我们来喝喝看 看这味道一不一样 干杯 等了三年 就是这个味道 太棒了 香醇的土耳其红茶 不仅滋润了味蕾 也唤醒对伊斯坦堡的回忆 吃完早餐后 我们的行程 就从新城区的地标 塔克星广场开始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 叫做塔克星广场 那这里是新城区 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区域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观光客很多 相当相当的热闹 那出发之前 观众朋友就问我们说 你们之前不是已经去过土耳其 为什么还要再一次来到土耳其呢 在这边 简单跟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其实土耳其它真的很大 像上一回 不可能一次把土耳其全部给介绍完 而这一回 我们在伊斯坦堡 我也简单的停留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那有部分的景点呢 是汤姆跟我印象深刻 我们想要再一次去造访 而且他也值得再次造访的一些地方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景点呢 是我们之前来不及去的地方 就是上一回的遗珠之汉 我们这一回要把遗憾全部给补齐 那另外呢 离开这伊斯坦堡之后呢 我们安排的行程呢 是沿着爱琴海还有地中海 绕了这个整个土耳其啊 西部以及南部一大圈 我们会介绍观众朋友 很多的知名景点 还有一些世界文化遺产的地区 绝对是精彩可及 说到这里呢 汤姆想问问你哦 就是来到伊斯坦堡啊 有哪个地方 是让你最想念的 这个很简单讲 那个就是 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呢 就是我跟汤姆 第一次碰面的地方 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 汤姆正式加入我们的外景团队 准现在呢 就前往蓝色清真寺 对 汤姆走哪边 那边 走那边 走 老旧的建筑 穿梭在主要道路上的 游轨电车 辽队的海景 和络绎不绝的游客 对叠出属于伊斯坦堡 独有的城市风貌 对于很多来过伊斯坦堡的朋友而言 蓝色清真寺 毫无疑问的 一定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 因为它辉煌悠久的历史 也因为它雄奇壮丽的外形 我们特别找了一家位在顶楼 而且拥有绝佳视野的露天咖啡厅 然后又点了两杯土耳其红茶 蓝色清真寺 干杯 这边就是我们第一次享誉的地方 我们刚刚觉得你好像语气 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那我应该这么说 我想想看喔 这样说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有点浪漫 没有 手帽站起来的 没有人这样讲 通常都说是鸡皮疙瘩掉满地的 可是听你这样子说 我也有想到一句话 想借一句话 好 说 可是三年了 我们一路走来 真的很不容易 对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那既然你说三年了 我有问题想要问你 就是三年前第一次看到我吗 跟现在看到我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不一样 应该是头发变长的 头发变长的 第二 两边更帅 对 然后第三 一戴魔镜 真的是很帅 哇 你看看到我的手毛都立起来了 真的是这样子讲吗 没有啦 开玩笑啦 那我问你 三年前跟现在的我 又没有什么不一样 三年前喔 等一下 汤 风景很好对不对 对啊 还有背景音乐 两个大男生坐在这边 一下三年前三年后 一路走来 什么你帅我帅 你们觉得感觉怪怪的 有点太浪漫了 对 好啦 我们在这边好好的欣赏风景 然后把我们的红茶热完 好 待会还有新鲜要走 好啊 好 不过你胡渣变多了 有吗 而且我发现你中文的那一遍好 讲话也挺有逻辑的 没有 这样子够的 这样子够的 不用再讲 带魔镜也超帅的 其实刚刚问汤姆这个问题呢 可以我啊 挺想知道答案的 因为我蛮想知道说 三年前的自己跟现在 到底在主持上面 或各方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所以当观众朋友 如果看到这一段节目的时候 欢迎可以告诉我 那也很期许自己呢 可以更加进步 可以解读出更多的东西 可以带观众朋友 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 用一种很常用的说法来形容 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但这段一眨眼的时间 对我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 无论是阅历和成长 都已经在我的人生中 写下重要的一张 好甜哦 而且还要看稀 也蛮好吃的 早上那一世还跑街头了 你会发觉到它有很多小摊贩 那卖的东西呢 也蛮多的 像是烤玉米 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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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森米 森米的嘛 然后还有就是卖西瓜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摊 它很特别 它卖的是麦芽糖 可是特别的并不是 它卖的麦芽糖 而是它卖的口味很多 它卖的哪些口味 它有五种口味 一个是香蕉 青衣果 橘子 樱桃 还有柠檬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看到它都是一个一个卷 它卷得很漂亮 那观众朋友会觉得说 怎么看起来歪歪的 因为其实今天天气有点热 它刚刚放在这边晒到太阳 融掉了 对 吃起来还是挺甜的 然后味道很复杂 那你最喜欢的母鲜池 是什么口味 结果吃不出它的口味了 但是刚刚那个柠檬 沾那个柠檬酸酸的 那个酸味我也喜欢 对 最后也有加一些 新鲜的柠檬 对 除了口味甜到不行去外 看到这样的画面就知道 这色彩兵分的芳芳糖 年性十足 非常会坎兮 带着满嘴的甜蜜 感受着只有伊斯坦堡 才有的特殊风情 我们朝大海的方向走去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加拉达桥 现在观众朋友看这样的画面 应该感觉上还挺熟悉的 远方可以看到一个制高点 就是加拉达塔 就是汤姆上次上去的时候 聚高镇嘛 对不对 不是聚高镇啊 你干嘛看那边 没有 我来看啊 我可以看 我看得到啊 不是 你过来看嘛 没有 我站这边 我觉得你好像在发抖 没有啊 我怀疑他有那个聚高镇 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怕高 不会啊 确定不会啊 你很大胆 不是聚高镇啦 是那一天你有点不舒服而已 对啦 不舒服啦 那今天 在你状况怎么样 今天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所以待会呢 我们再登上加拉达塔 没有 突然有点不舒服啊 肚子有点过了 刚不是还好的 一说要登上加拉达塔就不舒服了 没有 因为不是跟塔有关啊 是哦 是肚子不舒服还是肚子饿 有可能是肚子有点饿 明明还有一段距离 距离在烤鱼跑有一段距离 可是依稀啊 还可以闻到烤鱼跑的味道 对啊 你看 我的肚子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 其实我肚子饿了 那待会呢 先去吃烤鱼跑 然后景先生要带观众朋友 到亚洲去 好 好 Let's go eat 我记得在那里 走 在加拉塔桥边 停泊了很多 厄图曼徐奇的金色皇甲船具 除了供游客拍照外 更吸引人的就是船上卖的烤鱼堡 虽然卖的东西只有一种 但烤鱼师傅们 纯熟的动作搭配上新鲜鱼片 和烤盘接触瞬间 所散发出的气味和宣响 就足以让往来游客 停下脚步 大快躲一翻 三年前呢 生意那么好 三年后 这生意还是那么好 这个就是 意识探宝的烤鱼堡 有押韵耶 有耶 有饶舌的感觉 给我加点节奏怎么样 试试看 有 这三年前 这生意那么好 这三年后 生意还是那么好 这个就是 意识探宝的烤鱼堡 刚刚买来呢 我满庆幸的 其实隔了三年 它肉还是一样大块 而且它的沙拉也加了很多 对 而且刚刚看它在做的时候 这鱼很新鲜 刚刚也加了一些柠檬汁 那现在呢 还等什么呢 给它开始吃吧 好 我们就开始吃 嗯 嗯 糟糕的老味道 口感干柴的法式面包 搭配上新鲜的烤鱼片 堪称是完美的结合 大口咬下 香气四溢 紧绝而来的感觉就是大大的满足 全世界有两个国家 横跨欧亚大陆板块 那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但跨越欧亚大陆的城市 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 伊斯坦堡 因为多数知名景点 集中在欧洲区 所以来观光的游客们 对于亚洲的伊斯坦堡 相对来说会比较莫宣 品尝或想念了三年的烤鱼堡后 我们来到了渡轮码头 我们刚吃完了烤鱼堡 对啊 有没有吃饱 真的现在肚子都不怪 不怪了是不是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 加拿大塔了是不是 不是啊 现在我们要去亚洲边的 Chanika OK 好 那其实过到那个地方 我们是要搭船的方式 然后要跨越 波斯布鲁塞海峡 从欧洲跨到亚洲 我们刚刚就买了船票了 对 买了票一个人四块钱 就是跟其他的地铁都一样 那我们坐了船之后 是不是还要搭公车 对 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是往山丘上面 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 其实是整个伊斯坦堡 一个直高点 那最主要我们到那边登上山 好 就是要来俯瞰 整个欧洲区的这个大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赶紧出发 我看这船好像快要开了 对哦 好 赶紧上船 走 作为黑海 以及地中海的唯一通道 波斯普鲁塞海峡 同时也分隔了欧洲和亚洲 这两块大陆 在渡轮上时 汤姆问我 有没有被夹住的感觉 我花了点时间才会移过来 原来他举的是 有没有被两大陆地板块夹住的感觉 这样的比喻真的很贴切 也很有趣 呼吸着略带鲜味的海风 我们很快地到达了 亚洲大陆的西侧边缘 我们站在亚洲大陆西侧的边缘 望向欧洲大陆 没想到从欧洲到亚洲 短短十分钟的船程 跨越波斯普鲁鲁塞海峡 就到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 其实刚刚在船上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人就住在这个亚洲区 然后每天搭船到欧洲区上班 或者是住在欧洲区的人 搭个船到亚洲区来上班 这个是有 因为亚洲边房租比较便宜 而且这边比较没有那么窄 所以很多人喜欢住这边 然后每天坐船去欧洲边上班 每天往返欧亚大陆 那其实对一个亚洲人来说 能到欧洲旅游 去非洲旅游、去美洲旅游 都是一个很奢侈的梦想 他们住在加拿大嘛 你小时候会不会梦想说 你以后要出国 然后跨越好几个州去旅游 但是问题是距离很远 而且钱也不少 对 要存不少钱嘛 不过对当地人来说 跨越欧亚大陆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它只要花四块里拉 就可以搬到了 那刚刚我们在欧洲大陆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一路上看到很多的猫 大大小小的猫 各种花色的猫 简直就是猫的乐园 不过刚来到这亚洲区 看到四条大狗 就躺在这个路边 大大大大就睡在那里 而且每一只都头好壮壮的 那刚刚有来一个大叔 他手上是提了很多的骨头 对 都喂它们吃 对 甚至那狗在睡觉 它硬是要把它吵醒 就是要喂它吃 那有的狗已经吃得很饱 根本不想吃 就可见 其实当地人对这动物是挺保护的 对 好了 我们好像已经偏离主题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找公车 对 公车站在那边 但是我还要决定 我们车子会在那边停 資料上写的是 我们要做十一路公车嘛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打公车去吧 好 走 寻遍所有的公车站牌 就是找不到 我们要搭的十一号公车 为了争取拍摄的时间 我们决定改搭计程车 这边应该是台湾计程车 应该是这边我问一下 不好意思 你可以带我去Tamnitsa 2025年吗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汤姆大概问了一下司机 司机他是跳表 然后告诉我们要到我们这个目的地 价钱大概是20里拉到25里拉之间 那汤姆其实他做事就是很细心 就凡事先确定好 没有问题再上车 那我们现在就上车了 走 OK 可以吗 可以 上车 上了继承车后 我们一路往恰姆雷茶山开去 约莫十五分钟的时间 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现在已经跟上 伊斯坦堡的最高峰 恰姆雷茶山 不过说到这个山 实际高度大概海拔267公尺 但是它就是一个制高点嘛 远远看过去 还可以看到 波斯普鲁兹大桥 那其实上到这个山上 景观当然很好 所以观光客也很多 接着就是餐厅林立 开了很多餐厅 就是因为餐厅开了很多 你现在想要欣赏最佳的景观 必须要进到餐厅里面去做消费 那坐在这个地方呢 背面的景观很特殊 它有电视塔 还有各种电磁波发射的这种激励台 所以坐在这个地方 你会感觉到自己充满的能量 那其实唯一的好处就是 手机的讯号是特别强了 对了 Tom 我刚刚看你在计程车上面 好像在搜寻一些资讯嘛 那你说这边好像有些东西 蛮新鲜的 对 这边有一个东西 像台湾也是的食物 就是马铃薯切一半 然后里面有挖一点 可以吃起司 培根 美乃滋之类的 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对啊 那其实看一看我们现在点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饭 然后有一些些的肉 一点点薯条 面包 然后有一些囊 那可能我们待一会 这肚子里面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装得下烤马铃薯 对 应该是有吧 好 那我们先解决这一餐 那接着呢 再到外面好好的吃一只特色的食物 好啊 好 开动 这囊还不错哦 这个很好吃耶 秋天的伊斯坦堡 阳光温暖何许 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远眺欧洲大陆 这样的用餐环境 几乎是无可挑剔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身后100公尺处的电塔区 吃完了午餐后 我们稍作休息 就跟着网路上的推荐 去寻找超级好吃的马铃薯 只是没想到 我们现在呢 还是在伊斯坦堡的最高峰 看看后面 景观还不错吧 对 这个餐厅真的是蛮漂亮的 对 那说到这呢 跟观众朋友做个澄清 真的是有点尴尬 因为刚刚在下车的时候啊 似乎被这个餐厅老板给误导了 他说呢 你要看到最佳的景观 就要进到餐厅里面去欣赏 那刚刚餐厅里面景观的确不错 但是呢我们吃饱之后想说 我们要散散步 走了大概一两百公尺 发觉这边的景观更辽阔 更漂亮 它一旁呢 还特别设置一个景观台 让游客在那边看看风景 旁边还有就花一里拉 你就可以看这个望远镜 对 那更尴尬的来啦 那就是汤姆手中啊 这块刚刚吉利推荐的马铃薯 对那其实它做法蛮特别 把一大块马铃薯切一半 然后把马铃薯都挖一挖 加一些盐巴跟奶油 是 然后做马铃薯泥 然后在上面也会加一些料 我们选的是黄瓜 甘蓝玉米还有香肠 对而且分量真的很大 对蛮重的 重点来了一个多少钱 10块里拉 相当于台币是160块钱 160块对 那刚刚其实知道这个价钱的时候 有点后悔 想说那干脆不要买 但是呢 我们在餐厅里面 就说呢要介绍给观众朋友 所以还是硬着头皮 给他买下来了 对啊 对 不过换个角度想啦 其实来到这边已经蛮难得的 如果吃到当地那么有特色的东西 我觉得花点钱应该的 对那其实我们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吃得完 对 大家就把它分一分嘛 好 咱们吃一吃 好 看看风景 来吃吃看 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你吃东西前 你真的很期待 开始吃以后 就 比较 就还好 还 还 比较没有话讲啊 比较没有话讲 不行 这我跟你讲 这160块钱 你要多形容一下 好 多形容 对 是很特别的一个口味 它马铃薯的部分 我觉得还不错 对 那可能是 奶油味有点重 对 奶油味有点重 咱们就分着吃嘛 这网友热情推荐的马铃薯 到底好不好吃 我只能说 它的味道真的很独特 跟台湾人 和加拿大人习惯的口味 这个地方一定是站满了吊客 美丽的海岸线就是能让人放松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看 边看边走 到达加拉塔的时候 海面上已泛起了霞光 在我眼前呢 就是刚刚汤姆说 这蛮复故事性的 这座塔 那最特别的是 这座塔 它位在波斯普鲁斯海峡的中央 那至于呢 有什么样的故事性呢 我们就请汤姆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有听过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很久前 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 他有去看一个算命师 算命师有跟他说 他女儿很快就被杀了 为了保护女儿 他有开这个塔在水中间 但是有一天有人有送给他一篮水果 水果篮子里面有一条毒蛇 他要拿东西吃 就被咬了 死掉了 所以终究是逃不过这个死亡的命运了 那现在呢 太阳快要下山了 是在西边 那我们现在站在东边的位置 所以看过去呢 是有点逆光 那其实呢 说真的 这个不同的光源 会带给我们所欣赏的事物 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 那逆光呢 也有逆光的美 那现在已经傍晚了 对不对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们要回到欧洲去了 所以要往回走 那待会呢 带大家去体验 完全不同的伊斯坦堡 走 清美的故事 总是给予古老的建筑 无穷的想象空间 让它变得更为美丽 尤其是矗立在波光零零的 波斯普鲁斯海峡上 入业后的伊斯坦堡 天很蓝 而围绕着塔克星广场的星辰区 也是越野越美丽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就是塔克星广场的一条路 那这条路叫什么呢 叫做伊斯坦克拉尔 那这条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它被誉为 是伊斯坦堡的乡斜大道 这匹马呢 就是汤姆 刚刚立下心愿 他想要骑上去的匹马 不过汤姆 看来呢 让你失望了 因为旁边是围起来 显然是不想要让游客去触摸它 甚至骑上它 太阳了 如果这些认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